即時攻略 我是林子彤 這個環節 繼續我和Stanley在這裏 大家好 對呀 大家好 有問題可以打來204-6566問號 專家意見 或是把問題電郵去到ASK 就被出口訊 或是WhatsApp到915714200 給我們Facebook上都可以直播 大家可以播放和分享影片 有問題 我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市場曾經升過超過200點 現在升幅縮窄 升得147點 是呀 國企指數升得57點 5713點 大市成價是345點多 Kelvin很留意日本股市 又不是急跌 人家升了這麼多上來 日圓是真的抽的 146點多 是 楊太還拿著Core 應該是 你也是 你也是 我是 在想著 應該都可以長摘吧 可以 希望 我們今天都說很難轉條款 是的 今次都說 你不多 是的 Kelvin 你說日本是否叫急跌呢 如果你說點數上 人家現在為何是900多點 你當是1000點 在香港當然是急跌 是的 1000點是香港要命的 是經數 但是 你現在跌1000點 都是2.5% 其實你說2.5%是否急跌呢 有點兒 你預計了今天日股會調整 因為日圓又上了去 你上星期的時間 你美國就跌下去 所以你根本上這些 又去跌是完全合理 而且 其實還可以的 最近 入股也好 你說NVIDIA這些也好 美國也好 你跌一下 其實我覺得沒有所謂 因為 說實話 任何一個市場 一個股份 真的不會跌 不會每天都升 反而它現在 要回調一下 我覺得是很OK 而且這樣才好 如果你這樣一支線上去的話 大家真的越拿越不心安 但是你肯回一下 又可以讓大家 考慮一下加不加注 亦可以怎樣回處化 那是OK的 只不過你說NVIDIA那天 是真的的而且股價很波動 是 你要用這些去解釋 又不是完全沒有的 但只不過 又無所謂 我覺得 你潘日經嗎 Kelvin說 你可以 我們可以買上了 哈哈 我覺得 你當短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你看一下 美股今晚是否再跌 但是 Amanda 是對的 即今晚其實美股是 下班下令時間 即9時5時開始 大家便會 可能 可以早點 早點看 早點想想 怎樣做法 OK的 我們都說是 你回來了 我放了很久 整個星期很開心 是啊 開心啊開心啊 我們星期六講座的時候 都已經有個 阿古圖 已經馬上問NVIDIA 應該去買得多的 300股 好像買了 是的 但我們當時就說 你Stanley幾時加住 就是5-10% 再調整 不過 我這幾天 我講完之後 我都在想 今天是否今晚要入入 要加呢 但我 不是一件事 其實我之前打算 沽Costco 因為最主要是 因為 我之前都說 Costco700元樓上 其實我覺得我會減 但是因為 他之前又見他 發得好好的 沒有減到 我真的記錯了時間 我一直打算 應該是 記錯了一天 變成 這下跌下去 真是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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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 他都在收拾幾元樓上 我想 假設今晚 真的 如果你是NVIDIA 你又跌下去的話 可能我真的會 撈累沽Costco 即將那些錢 再加到NVIDIA 因為 其實Costco到這些位置 很真心 我又不覺得 它的股價 可以 還可以升多少 因為始終 業績又不是不好 其實還可以 增長還可以 但是 只不過 短期的時間 有兩者給我選 似乎 好像 NVIDIA 真的要再吸引一些 還有 看看 港股這邊 看看減不減 所以我們再想想 楊太傻人 有傻福 記錯號碼也有得 可以 有時是很有趣的 有時真的很有趣的 可以的 有個混在你裏 所以楊太有時無所謂 買什麼贏什麼 所以無所謂 有時記錯 買錯也無所謂 有時這麼有趣 買錯人有升 都真的可以 好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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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的 所以先說Villiam 你說NVIDIA 你說今晚 當然看今晚的走勢如何 但是 你說那天的下跌 會不會令到信心 會有些 害怕 又沒有什麼 其實真的 升很多上來 你想想 當然 單日轉向 即5% 再回5% 這一下是 有些厲害 那一下真的厲害 但是第一 在我的龜 第二就是 其實它真的 真的升太多 那 你當今晚有機會 可能再回 但是 又是那句 它基本面 又沒有改變過 那我又不怕 再加著 是啊 所以我看看今晚 那個行情如何 但是你覺得Costco 還有很大機會 會先減一減 因為 它那天都 跌得很狠 跌7% 不過又是因為 升很多上來 其實它 它那個股值 真的 那些零售股 四十幾 五十倍 真的高 所以 大家今晚想想 轉倉 還是想想看 要是 真的加著 美股 要是再 轉一些錢過去 就是這樣 Tony繼續是 Strong of NVIDIA 應該 我也想不到 那些什麼 要選擇的理由 真的 你說股值高 真的看你怎麼看 我又不覺得它高 前景 我覺得真的 沒有特別影響 不過 如果你再安心一點 其實 這一陣的時間 再安心一點 的話 是買TSM的 因為那些NVIDIA 我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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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下跌的地方 就是 你怕競爭 你怕 AMD 會搶你的客人 你當我現在 因為 MI 300 聽聞 好像有個最新的調查 好像很多 公司都覺得 想有興趣 試它 這件事 變成你可能有機會 可能 去搶那些客人 不出奇 但我相信 不會多 這是一個敵例的 第二 你就當 可能有些 公司 可能有些大公司 自己去研發 那些ASM片 不靠NVIDIA 對它 都會有些影響 但問題是 這些公司 所有 基本上 都要靠 TSM 幫它做代工 所以 TSM是更加安全的 但NVIDIA 其實 剛才所說的 沒有大影響 說真的 即使你好像 以前微軟 其他公司 你自己搞AR 也好 你說搞那些 搞得出來嗎 不會 所以我又不是很特別害怕 所以 沒有 等一下 NVIDIA 加注 看看它再跌多少 如果再跌百分之 我其實百分之三 以上 我自己都想想 再加些貨 但是 如果再加注 又分住交 始終它的價 即使你怎樣計算 我當跌百分之三 都好 仍然是升有很多 今年你想想 它已經升了差不多 我當你那天跌百分之五 都還升了七成多 其實都是有點花 但是 只不過 可以開始想想 慢慢買 美國可以 一股股買 可以 我這個週末 有一個 新的觀察 就是有一群 都很久沒見的朋友 女生為多 都在說AI 說股票 說微賺 說微賺 不是 平時是不會說這些 那些投資 但為何突然會說這些 我自己在想 會不會是真的 疫情這幾年 因為大部分 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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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MPF 已經增長到一個 即是大家都是 我們這三十多歲的人 跟著他們還要做政府工 MPF增長到一個點 他們覺得要理 所以才開始看財經 就是問 有人說是否應該轉到債 那裏 突然間這麼聰明 然後就說AI 說現在的AI很厲害 就是有些指令下去 就可以張照片出來 然後不停說 說小朋友家屋 我都覺得 哇 這個AI是連 全民眾 不是做財經的人 因為這件事 跟上一段的熱潮是不同的 因為這件事 真的大家會很貼心 很貼心 難道你不想 尤其是下一代的話 其實你真的想想 下一代 要怎樣跟AI去爭取這件事 其實大家真的會害怕 真的不要開玩笑 所以我說另一句 就是你買這些 即是TSM NVIDIA 你兩種不懂得選 就兩種都買了 就是買些 買些 不是為自己做對沖 是幫小朋友做對沖 是的 所以我的心態都說 其實買來當作人身對沖 真的 是的 真的 你學習很快 你不能夠碰它 就碰不到 碰不到 你真的碰不到 人家的學習很快 我們人家有限制 而且他只有20小時去運動 其實你不能跟他鬥 人腦是極限 但電腦 這些AI 你沒有一個 你叫他運算 他真的不會停 這些變成了他的優勢 沒有一個 可以調整大聲一點 聽不懂 是的 所以我經過這個星期六日之後 我就想是不是真的要 真的要買了 雖然他調整我當然很開心 是 但好像要待定些 要 這是我最開始的時間 想想為何要買這支股份 但是很遲 很遲 很遲 因為這一水 這個trend 不是在這一兩年的時間 其實你可能是在未來這十年八左右的時間 當然 純粹說 股份 真的沒有一支股份 可以說 長期都不會死 對方的股 對方的股份 對方的股份 有些新東西出來會取代 但至少 至少在現在大家眼前看到的 可能未來這一輪年的時間 我覺得N3 這些不會特別害怕 特別是 因為TSM這些地位 其實你說 你已經聽了沒有錯 有些新東西會出來 但我不覺得會 對於TSM 因為TSM是一個 和客戶有今天的關係 所以大家 相信他 當然相信他 所以就不太擔心 還有我覺得這期 宏觀的事情都頗易玩 頗易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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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你不是沒有自負的機會 還有現在香港 出得越來越多 不同的投資產品 對 美債都有 有一個人說 用IB買美債 問我們得不得 我說這不厲害 為何平時之間 升級到我 即是大家知道 朋友都很厲害 突然之間 我心裡有很多朋友 在我眼中覺得 他在投資 好像對流彈球 或者他不聽不明白 就很難再說下去 但他們會羨慕你 例如有些人說 你可能說 有些人欠了錢 他們會羨慕 但他們又 即是當你說 你可能給大家 WhatsApp Group 講幾句 有些是走幾年怕了 可能就是賣 賣了Bitcoin 輸了五倍 以後不玩股票 對 但我覺得 其實你不要當 當賣股票 當投資 好像買這類AI股份 當人生的對沖 我覺得這件事是 這個概念是好 對 這個概念是好 可算 人家有指多那句 但是 老實說 現在宏觀很容易玩 是 因為你去到尾聲 你加到尾 現在 是不是 你差不多見頂 美國 是 你一 即是寬鬆到一個 不過有件事 uncle提醒 那時候我已經說錯了 其實我朋友和uncle都說 那個日圓價再上 會否令到全球的錢 流動會突然有些大劇變 其實真的會有 因為利潤鷹升得太厲害 其實有些人 借了便宜錢 那些 如果你等下加息的話 是真的會有些 有一個狀況 是錢會突然流 即是那種 那種 真的怕日本去日股升 在日息上的時候 即是還錢 那些錢的流動性很厲害 即是那一下 會令到市 可能真的會有些 幾幾幾前所未見的震盪 我覺得會出現 但是 因為日本這麼多年以來 即是那些政策沒有改過 是的 一改那一刻 其實震盪會有多厲害 所以買貨幣 是否比日股好呢 嗯 每樣都可以拿些 貨幣一條路 是 貨幣可以拿得多些就可以 是的 但是沒有東西 即是 我覺得 總之是大家 偏偏偏偏看這些消息 我現在代定號碼入袋 是的 要這樣想定會好些 是的 美債的ETF都代定 是的 是嗎 好 有phone in 聽到phone in 先和大家說其他股份的事 好 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黃先生在電話旁邊 黃先生早安 喂黃先生 你好 你好 想問哪隻股份 629 他之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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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有快 還是收拒少 嗯 那些人是不成功的 629 659 新創建 嗯 629 629 新創建 我忘記做了一件事 是怎樣的 分拆 具備分拆條件 拆贏 黃先生 你說是新創建 新創建 是的 是不是新創建 你問 659 5555 咦 有這個分拆條件 我剛剛看到就是 是 但是黃先生 你問什麼 不是 我現在問了 我現在買了他 是 不知道多少錢賣 好像是 八個多賣 八個多賣 因為他派2元 我還有做數 2.09 是 嗯 嗯 我八個半熟 八個六元 他也會買 嗯 嗯 我還沒什麼 不知道 而且你猜好嗎 這些 新創建 是啊 哦 簡單說 你問的東西可以嗎 可以長一拿 這是什麼意思 即是很高息 很高息 OK 但他這次特別息 我計算他平時是優勁 發手來的 王先生 其實你明不明他上一次派息那件事 他派了一個秋毫九個特別息 其實想想 王先生 我知道你一向買股票 你有研究過一下 你才買的 但你會研究過整個新世界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疑問這件事 只是因為你們的台好像很吵 他聲音不能夠 現在的聲音有沒有好一點 都不是好 因為他聲音那些 你聽到聲音嗎 你聽到聲音嗎 聽到聲音嗎 聽到聲音 聽到聲音 聽不到聲音 那麼有趣 待會我們要檢查一下麥克風有什麼問題 但你 我一次都是這個台問題 為什麼不關我的事 可能不關你的事 因為我看到這些朋友都說 聲音不同 說小聲 你現在聽到我的聲音嗎 現在聽到聲音嗎 聽到聲音 但是就辛苦一些 好 我嘗試解釋一下我的看法 你可以自己再想 如果你聽不到的話 再跟我說 我再說一次 好嗎 那樣的情況是怎樣 為什麼他會派這個 一個秋花九的特別股息呢 我印象中以前的時間 這個新創建 好像那個叫做 控股那個權 應該是轉給這個周大福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好像是 因為之前的時間 17名好像買了一些股 給他媽媽的 那件事裡面 印象中好像現在新創建一個大股東 应该是周大福企业 如果我记错的话 我都要查看是否这个情况 我记得好像是 上一转就是 没错 所以现在其实 你可能上一次的时间 周大福企业出了钱 向新世界买了7、6、5、9的股权 所以为何这次要派息呢 其实在我眼中 这些息其实没有程度上 是派给周大福企业 例如上一次出了钱 向新世界买了6、5、9的股权 这一刻就是说 6、5、9的钱 有些数据是给回復集团 是理解的 所以为何会有价值 你那一刻多 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东西 你说这些东西是否会有呢 我自己是看不通的 因为这一系 其实你都可以说很难玩的 所以你说他会否继续派 甚至乎他前进行不行 我只可以说他的业务本身 比较上是公共事业 即是公共事业 比较稳定一些 那大派息稳定 还是多不多呢 我自己的看法就都真是 真是不清楚这一系 搞什么 所以我只可以和你同一说 纯粹说他的业务 他有条件可以派一个稳定的设计 但是派不派 还有究竟他之后的派法是什么玩法呢 真是买不到 所以如果你买得这些股份的话 你有个心理准备 就有机会就是 就是可能有机会 有机会出网外 也有机会会令到失望 所以这些东西的看法就比较 特别一点 中性一点 嗯嗯嗯 那如果听不到 首先就回到YouTube那里看 没错没错 再听不到就告诉我 他听到不同回头 这么搞笑 就是要看这些问题是什么事 是呀 声音最重要是听到 对 稍后找同事研究一下 嗯 我叫朋友去问这股份 回答这股份 妈妈生 3.77有 我也有放心 没有了成元了 现在怎么看 都熬了一段时间了 那么暂时先拿着 其实这一只 这一只的业务表现 我又觉得不差 甚至乎我觉得是OK的 他上次出的营起 然后他的股价也打上来 还有他的股价按道理 其实应该今年打后的时间 其实我觉得是会很不错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不妨忍耐下 先拿一段货 因为3.7月7应该是上一转的时间 一些很高的位置 但是不要紧的 你拿着它 这只我都 因为这一只东西 其实我都拿了一段时间 我都要有些货底 我都不管它了 这只我都是打算和它斗长命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之前有货的话 要是这样 你想一下 如果它跌一点的时间 可以加多一点 虽然这只东西是很讨厌的 这只不是容易玩的 但是按道理 它业绩竟然是OK的 我会觉得 是会挺不错的 所以就变成了这只 如果你本身有货的话 就拿下去吧 但是大家如果没有货的 想考虑这些电器设备股的话 这只1072会比较安全一点 1072是安全的 而1072和这只妈妈衣服 就不太安全 不过又那个 高桌子的冲击会大一点 因为它两间比较上个 基本面 比较是以前的时间 比较差 所以当你要转转转的话 有机会会做得不错 所以先拿着货先 好 那 不过书 货货货 如果带多货 重货在书 不过这只 我觉得它今年 它的业绩正在改善 其实它之前出过的营起 它应该下半年是赚得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这样的 希望它未来这两年的时间 可以保持得到 那就OK的 好 接着Tony就说 上个星期 NVIDIA急跌的时候 Bitcoin上到7万元 然后再赚下来 有没有关系 有些说法的 是类似些 不知什么 说它上个星期 有些奇权那些 有些奇权那些事 不过我看完都不明白它说什么 一篇文章 台湾的文章 看完之后 我都不明白它说什么 不过就算了 我觉得 始终你两个 两样东西 都升上一个 叫做历史新高的时间 自然有一下 有些获利回吐 是合理的 有个说法就是说 因为 其实当Bitcoin那边 那些人可能沽货的时间 如何转移 令到一些科技股 升上来的那批 都退回去 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什么 但是只不过 始终那句 始终股份升得太急的时间 那你 你什么都是 即使一旦 升得这么急 就下一些合理 所以有 有没有关系 这么巧吧 你都说得这么巧吧 是的 好 那 日股怎么办 给机会你买吗 都是的 我觉得都是的 都是的 跟股神 是呀 根本很神败 如果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买日股 那天你轻轻说一下 很多人都不问 是呀 怎买就是 药材有得买的 有 有 想不需要转 入日圆 还是港元转 可以入日圆 可以自己去转 帮你转就行 是的 因为有药材 一元户口 你转过去都可以 我都是日圆转过去 是的 可以别的 是的 是的 因为本身我觉得是 没有 现在的意在就是 其实 你买股一块钱 我自己又有一块是日圆 你没有 其实这一下 它现在变成股价跌 也好 你日圆价上 其实不是差很远 是的 如果这样就有趣 我计算一下 我计算一下 你计算一下 如果你计算一下 其实日圆价上 股份跌 你拉纹又真的没什么 很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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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看 升华不同步 是的 又有点 Billy 为什么升那么多 BillyBilly 我又不计算业绩好的 不过你又觉得 一些人觉得它 亏损收窄 另外的局价打上去 有些刊 有些刊就唱好它 但是 其实业绩我上次说过 我不计算 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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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屋价是今天先爆上去 不过中概股上个星期 不计算 不计算 有些是 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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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些股份 就好像升得不错 所以就变成了 我都是看淡它 我不看它 如果是纯粹 你计算 修窄这些东西 就算了 嗯嗯嗯嗯嗯 东京好玩 那我说什么 东京 是不可能不好玩 哦 升华真的不同步 明天同时查一下 明天又想起今天是311 哦大地震 是啊 没错 啊 它又不开度 没什么 不要紧 要玩得开心一点 之前买了日子 对啊 对啊 所以完全有这个概念 赚回水 是啊 赚回水 9618想买美股那边 嗯嗯嗯嗯 那之前好像有说过 京东 香港和美国 即是同时间有 有挂牌的那些 它都想买美国那边 其实怎么说 我觉得那边好像都挺活躍的 其实还有些价 香港那些那么 那些那么疯 嗯嗯 是啊 我没有什么特意意见 9618 100元 穿回去红底 那么厉害 今早有些方法都冲了上去 大家就 其实那个市 那个市都会 就是升幅了一点 不过就不理的 其实那个市面就是那些位置 上去 但是你看看 是横行区间 对啊 这位置其实还可以 而且如果你这么计的话 其实你现在这一下 你拨一百点 就是你拨去这一百点 你拨去这一百点 就是你破不到 161600 161700 这位置呢 我觉得还可以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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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好像长方形那样 是啊 给你玩 五个车车那么高 厉害 很厉害 是吗 我买到 这些真的完全 是的 可以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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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自己买草 你不是用来炒的 是吗 是啊 PTD 跌得很厉害 但是我没有什么特别去看 为什么它跌得那么厉害 PTD 按道理 其实PTD的业务才是最好的 嗯 因为我底牌都好像下了一点 嗯 对啊 这种概股都是难 都是看一些政策的 现在都是 算了 对啊 你会不会 根据曾经厉害 你会不会 能复琴增能量 但是我真的是 我没有什么研究 这种评论 特别的是 如果你是说 请我买 Henry reflects 可以不会更大 不是购买一百多千 但是买一百多千 又不会又是生 Congratulations 人是有你也有 或者购买 都是 alte货 只有100股 对啊 买回一千多百股都可以 我自己未买 我真的未买 我只是純粹买也好 可能純粹觉得好像加一块东西下去 我听了一个说法 为什么我突然说这个 我听了一个说法 因为iShare 打算出以太的ATF 它一定要买一些现货 就是看它打算出的尺寸多大 如果出的尺寸大就会推上以太 但是这些是一时三刻 一时三刻的差 是的 我觉得这一类的事始终是大家 比特币也好 以太币也好 其实我觉得是说信心 你信这件事 但是这个其实是挺虚的 但是如果我买ETF不会归零 所以用这个逻辑 其实如果我买的话 是等于市人没有信心才买 因为你有信心的话 而是没有这个价 你一定会飽 那之前比特币狂队 应该买 那时候我打算买 但是它没有跌到 它没有我心目中再跌低一点 其实我想到 很低的 那时候 很贪心 因为那时候 你问我的概念 我真的不懂 不懂的话 你家居住在那里 一定不会买得多 但是你买得多的话 你家居上去 可能跌多一点才买 其实不是 我那时候想着 它跌到 它是1,000时 想着买 不过没有 之后就没有 1,700,800 1,700,800 其实不是差很远的 是的 是的 很厉害 你竟然买了一些 金普高凡你竟然买得到 很厉害 香港是炒的 阿里克金普高凡 是炒的 Eric Eric 不用发我梦 每天都在发我梦 是的 又看着 你看到成交 就知道没有人买股票 现在好一点 真的不算16,100 是的 虽然它是区间上落 但是它的感觉没有那么差 而且每天都有板块 都管它会移动 可以的 至少有883在袋里 你都不会觉得有多惨烈 今天就take profit 所以我都说那样东西 今天说了我都说 如果单靠油井 升上去 其实真的没什么理由 新的油田 是的 没什么理由 你今天赌下去 其实都很合理 北水沽 市北水沽 市北水沽 沽完之后 找一些科技东西 今天有点有趣的 今天是资源股票 你见不见 整个都下落 但是3690 你看5% 是的 这些真的有点有点有趣的 好 即是 跑赢就跑赢它 下来下来都快 可能市星 它会弹得强 但市场会会 它的表现比700 和988 波幅大 它波幅足够 好玩 好玩 你玩这些衬生工具的话 正估都可以 是的 正估都可以 包猫算了 Tony 也是 虽然我也是那句 有点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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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昨天赢不到波 是有点不值的 不过 算了 算了 好了 这次跟大家谈到这里 讲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公分 Sandy 有没有持有 有 和大家审慰了 好 好 上升156点 明天下午 可否再冲一点 成交一般 415亿11点 是的 都可以的 应该半天有500亿吧 希望有 好了 这次跟大家谈到这里 稍后再来 还有其他直播完 节目 稍后再见 好